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的业船转战了直播圈 频频开直播推销产品 日前他又开直播销售产品 期间有客户投诉 品牌方优惠券出错了 于是他就即场霸气 打电话质问自己的品牌方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 疫情还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个品就不能讲了 都讲完了现在又买不了 谈券谈完了这个券是不生效的 那这种情况下以后就从今天开始吧 小披萨就没有了这个产品 都记录下来 一路之下 表示不会再和这个品牌合作了 不少粉丝都大赞他的态度非常专业 不过不少网民反而将注意力 放在业船的身形 严重发福身上 更加有人指他的空暴下垂 肚腩更加若隐若现 与之前的形象真的差很远 这种话题涌出来 最热最热 发尽娱乐圈所有消息 每天有影片看